赵露丝第一次参加说唱壮举 结果如何 歌曲由毛彦琪作词作曲 这是一首充满复古 欢快和梦幻气息的流行音乐 这也是赵露丝第一次参加说唱壮举 搭档是被誉为中国第一女rapper的Viva毛彦琪 她又甜又甜 酷酷的完美融合 浪漫与纯真相得一张 在仲夏夜之梦中相得一张 你的眼睛遮住了星空 让我渐渐瘦下来 掉进了你编织的仲夏夜之梦 你是我最好的听众 为你写下心跳 掉进我编织的仲夏夜之梦 梦幻般的氛围 清晰的旋律 温柔的歌词 配上直击人心的说唱表达 迷失在丛林最深处 幸好我们是双向的 细腻地勾勒出甜蜜与爱的情感表达之美 Viva毛彦琪和赵露丝是完美搭档 唱出动听动人的情歌 极具感染力 这首甜美无比 听起来舒服的C-pop歌曲 也让大家感受到了Viva毛彦琪 对各种音乐风格的驾驭天赋和能力 不仅说唱功利出众 人生的奋斗不仅充满 伊力和自信的力量感 更能轻松创作和演绎出 更加多元的音乐风格 小情歌满满带着青春的梦想 也触手可及 在近日播出的综艺节目青春说唱计划导师合作大赛中 作为说唱导师 Viva毛彦琪帮助说唱新人Chili的歌曲Rap爆满全场 由她创作并演唱的中国风歌曲 我的新衣裳也响彻在中国女排 夺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赛场上 种种迹象表明 Viva毛彦琪已经成为展现 新时代女性力量的时尚icon 在自由的表达和节奏中 Viva毛彦琪释放出她天生丽质的美和华丽无畏的生活态度 不断探索 不断尝试面对生活的爱与痛 在音乐的世界里 Viva毛彦琪正在创造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多彩世界 为了保住裴秀智和赵露丝的安全 李明搞和吴磊紧凑地给予了这种浪漫的待遇 众所周知 李明搞和裴秀智是2017年分手的前明星情侣 裴秀智和李明搞在前朴敏英即将入伍时分手 然而分手五年后 李明搞和裴秀智却被赋予了相反的代号 据报道 裴秀智和李明搞在看到两人的帖子后重归于好 引用了LOVEK POP95 2022年8月29日星期一 那是一篇关于李明搞和裴秀智非常相似的宠物狗照片的帖子 尽管如此 李明搞和裴秀智的狗被认为是同一只狗 此外 李明搞也被发现对裴秀智非常友善 虽然两人五年前就分手了 但李明搞其实和裴秀智还是很浪漫的 从地址服 YouTime in New地址服的TikTok上传中 可以看出李明搞作为裴秀智的保镖被捕 护送裴秀智的保镖竟然是李明搞自己的得力助手 出席活动或交游时 保镖李明搞经常出现在裴秀智身边 因此 很多粉丝都期待着裴秀智和李明搞的好消息 事实证明 这样对待亲人的不仅仅是韩国演员 中国演员吴磊也被拍到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搭档赵露斯 在地址服Indriani Lily08133地址服的上传中 最近在赵露斯身边看到了吴磊的保镖 发现吴磊和赵露斯参加了同一个活动 然而赵露斯身边的保镖吴磊的出现 让粉丝们产生了误会 只见吴磊的保镖走在身穿白色长裙的赵露斯身后 除了赵露斯的保镖吴磊 吴磊的弟弟和工作人员也照顾着赵露斯 看到吴磊的哥哥和工作人员站在赵露斯身后 赵露斯做得离吴磊很近 就连吴磊的弟弟对赵露斯的经纪人都十分熟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